品味电影回忆美好时光 今天就来看一看 这部西班牙惊悚电影 《食人恋》 男主角阿郎是个裁缝 手艺十分高超 整个村都没人比得上他 但是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一个孤独的美食家 因为他一个人住 但是小日子过得十分精致 一日三餐安排得命命般般的 就这么一块肉 涂上点酱 注入灵魂 自拉一烤 再倒上点小酒 喷香 但是这要是给我 我可不敢试 因为这是人肉 不仅是人肉 还是漂亮妹子的肉 原来这个阿郎 他是个变态 有食人屁 看着谁家小姑娘好看 他就偷摸跟着人家 神不知鬼不觉的 给人家整死 然后带到他的小木屋里 小菜板一放 剁巴剁巴 保鲜膜包起来 就带回家了 他家冰箱里 满满当当的 全是人肉 你说多吓人 但是就偏偏 又不怕死的 比如 住阿郎家楼上的如花 如花是个做死罢的 这行我不多说 大家也都懂 如花人如其名 长得老好看了 阿郎就盯上人家了 没事就爬窗户 瞅瞅人家 如花一心思 哎呦 这小子看上我了 那得好好利用 不如你帮我这做按摩的 宣传宣传吧 我还可以给你提供一次 免费体验哦 阿郎却装作很高冷的样子 如花心想 哎呦 小愣头青子 你还有两副面孔呢 看姐 怎么收拾你 然后大万一就哭尽尿号的 跑阿郎家来说 哎呦 我跟人打起来了 你可得帮我做主啊 阿郎说我不管 你喝口水赶紧走吧 那行吧 我看看你家冰箱有啥喝的 打开一看 我的妈全是肉啊 阿郎急眼了 你给我关上 塞水不够你喝呀 然后如花就寒情默默的 把水喝完准备走了 结果他这水喝的 给阿郎都看饿了 阿郎说 这么的 你不让人打了吗 我陪你报警去吧 如花呀就跟他去了 结果可想而知 这如花就再也没回来 过了几天 阿郎发现 怎么楼上又多了个 和如花一模一样的妹子呢 我不是把她吃了吗 原来呀 这是如花的双胞胎妹妹 四玉 她也是个做死吧的 她和如花一块 给爹娘攒的钱 全让如花拿走了 如花现在人也没影了 四玉就要哪找啊 阿郎知道咋回事以后 就寻思给四玉点钱 让她别找了 哪来的回哪去吧 但是四玉不干 非要报恩 但是她没有直接吃四玉 而是来到海边 看中了一款妹子 趁人家和男朋友 在海边嬉戏的时候 开车撞死了男朋友 吓得妹子在海里 一顿扑腾 就是不敢上来 孤家郎是在等妹子 咽入味吧 结果妹子 套夫弄了 经过这件事 再加上两人 没来眼去时间一久 阿郎发现 自己应该是 爱上了四玉了 俗话说得好 爱她 就带她去小木屋 于是阿郎就邀请四玉 去她的小木屋玩 这给四玉乐的呀 到了小木屋 阿郎给四玉一杯酒 四玉喝完酒 不省人事了 阿郎又掏出了 她的小菜板 准备安排一下四玉 但是这次 面对一墙的刀枪剑斧 阿郎也没下得去手 第二天 四玉完好无损地醒来 但是她发现 自己没穿衣服 四玉心里美呀 对阿郎更亲密了 但是阿郎不太美 她想了半天 还是告诉了四玉 你姐是我杀的 我还把她吃了 在这之前 我也吃过好几个 昨天还差点把你吃了 四玉听了就很崩溃 你咋不把我吃了 难道是因为我不好吃吗 四玉越想越来气 于是在回去的路上 抢过了阿郎的方向盘 车子失控摔下了山崖 都说这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四玉当场死亡 阿郎却啥事没有 伴随着宗教节日的音乐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影片上明明白白的 标着惊悚片的名号 但是不得不说 和惊悚片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场景刻画得极其微妙 没有任何引起人 不适的血腥镜头 对白更是少得可怜 但是无数的长扭头 将人物的心理变化 展现得淋漓尽致 灰暗的色调 也在无形中 给人一种压迫感 可以说是一部 和所有风格的惊悚片 都不同的 另类之作了 美好的时光 总是短暂的 这次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 喜欢葫芦瓦小剧场的朋友 别忘给我们点赞 关注 评论哦 给我们下注 Jack